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YingThings 今天的video会比较短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收藏的所有跟眉紫色相关的口红 那里面有不同的质地,有不同的深浅,还有不同的上妆方式 我自己不小心就收藏了这么多 但我觉得眉红色是一个非常适合各种肤色,各种场合,各种季节的颜色 所以Let's get it started 第一款唇膏是Dior的Reviver Balm 它这个有一种技术能让它的眉紫色给你自然的唇色做一种化学反应 使你本来的唇色更加的提亮glowy 然后它还有SPF10的防晒技术 所以是另外的一项它的功能 第二款产品应该是叫染唇液吧 它是Dior的Long Wear Tattoo Tint 所以它的持久度非常高,显色度也非常高 那作为一个显色度,持久度非常高的唇液来讲 它是非常水润的,在嘴巴上上色的时候的上妆感非常的好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负担,然后颜色真的是非常漂亮 这款唇膏呢是Mac A57 Capricious Capricious的定义呢就是说琢磨不定的行为或者心情 那我觉得它定义这款颜色也是非常恰当的 它的质地呢非常creamy 所以上色非常的容易,非常舒服在嘴巴上 并不是完全的coverage 能够微微透出你自然的颜色 但是你可以build up 就非常漂亮的一款紫色 接下来是欧莱雅的一款非常有趣 介于唇釉跟gloss之间的一种非常有趣的质地 它的显色度非常高,但是并不是防沾染的 所以你要一点点做补妆,时间如果非常久的话 那这款颜色是306的Scarlet Concerto 是一个稍显浓郁的,非常有女人味的颜色 下一个颜色同样是L'Oreal 是跟上一款颜色一个质地的500MotoMove 然后这个颜色比上一款稍淡一点 它其实更接近于干燥玫瑰色 然后带点淡紫色在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日装 春秋季节的一种非常明亮的颜色 这款呢是美宝莲的The Elixir 050 Caviar 所谓的鱼子酱色,那它是我所有试色里面最深的一款颜色 相较以前的唇釉呢,这款比较厚重 那它的显色度也非常高 闪度也非常的高 我觉得非常适合晚宴啊,或者是比较重要的场合 那提醒大家一点的是它的沾染度也非常高 所以要经常的补妆 最后一支橙膏呢,是Revalon Matte Balm 270 Fiery Flamboyant 它说是mat呢,其实并不是mat的质地 它还是有一点点自然的光泽在里面的 所以说上妆的感受还是非常舒服的 那这个颜色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秋冬的偏红的一种紫色 它是我最近一次视频啊,我的丈夫从加拿大的drugstore买的 这就是我所有的橙膏 拍完视频以后,我发现了更多眉紫色的颜色藏在我的抽屉里面 但是我发现我的喜欢的质地都是属于比较水中舒适 所以我今天介绍的产品里面并没有mat的唇膏 如果你喜欢这种质地呢,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大拇指 然后要subscribe to my channel ok,bye,see you next time